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中国是现今全球最大的手机销售市场 但在2017年 中国市场的手机销售量 自2009年以来首度下跌 据研究机构CANALYS 2017全年中 国市场手机销售较 去年下跌4% 时代转变 2010年到2015年间 全球手机市场 一直是苹果vs三星的对决 但在过去两年 规模较小的中 国手机品牌 透过微市场 提供价钱低得多的入门级手机 销量一直增加 在大城市于北京或上海 消费者仍觉得苹果 IPHONE或三星 GALAXY是必买的手机 但在其他的区 消费者无法负担其高昂价钱 只能选择功能一般的低价手机 为了针对这群消费者 向他们提供价廉物美的智能手机 同属低调富商段永平旗下的OPO及VIVO 有选择进站网上平台 而是在不同省份的商店 解开设专门店 建造量例如苹果专门店的零售店 被证明是成功的模式 2016年 大批中国消费者 不再选择购买 只有基本功能的手机 而改为购买智能手机 市场饱和那2017年的销量下跌 为何会出现呢 Kanalis分析师Moyer表示 现在大部分消费者 均已由基本功能手机转用智能手机 不再需要购买新的智能手机 RTCO人们在说 自己现在用的手机 已经够好的了 RTQO Moyer向BBC表示 RTCO我们认为 中国已经由一个OSCO转换QO 市场变为一个OSCO停止QO市场 RTCO 不论价钱高低 智能手机也能满足用家的多种需求 使命寿命也越来越长 据Kanalis的数据 智能手机的使用寿命 目前长达26.8个月 超过两年 Kanalis认为 在2019年5G手机成为新潮流之前 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 很难再有增长 与此同时 虽然LDQO 奢华LDQO The iPhone仍能吸引用家再换手机 MOGIA认为 当前中国品牌手机的性能 已经与苹果手机相距不远 Moyer又指出 2017年初 三星陷入攻关灾难 其手机型号Galaxy Note 7的电视问题 令三星在中国市场的声誉大使